我們今天的主題跟上禮拜是延續的 上禮拜也是在講生態知識 或者說我們比較精準的話 就是原住民生態知識跟自治之間的一個連結 所以一方面是從知識原住民 我們說傳統智慧的內涵是什麼 這個傳統智慧對於我們做一個 多元社會的國家的一個定位 或者多元社會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有怎麼樣可以參與的更多 有更具體的一個幫助 這是一個考慮 從知識上來考慮 另外一個是說從權力上面來考慮 當我們憲法上已經明說 我們是一個多元社會的 多元文化的國家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落實在各個方面 所以那原住民的傳統知識體系 如何被納入這個社會共有的知識的一環 然後在這個裡面 不只是一個單純的 他貢獻到一個大的團體裡面 包括原住民怎麼樣 他自發的 然後主體也非常清楚被尊重的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上禮拜指定閱讀的幾篇 上禮拜跟這禮拜 我們大概有指定閱讀 加延續應該是一篇文章 我們上禮拜主要討論了 關老師的兩篇文章 跟羅老師的一篇文章 那我們的文章的 基本上是在強調 從關老師研究 馬里光流域的這個例子裡面 原住民的生態知識如何 應該被納入成為流域管理的一個部分 或者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國家看起來善意的一個制度 或者說在原住民運動早期裡面 也覺得一個走向 這個連結的一個正面的一個方法 就是部落制度 為什麼後來會產生一些 沒有預料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非常 就是怎麼樣原住民的主體 以及原住民原有的概念 可以被納入制度 即使這個制度已經友善到部落制度 像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還是會直心上會出現他的一些問題 其實待會我有準備一個問題 我想問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 然後我們上禮拜 最後同學有剪接幾部那個 圓咪台的部落大小聲什麼這些 裡面我們可以一直看到你 一直看到你在很有意見 那我們今天本人現身就幫助我們 所以同學不管是閱讀上 或上禮拜的影片裡面 因為影片是剪接的 難免不見得那麼周到 對於關老師有什麼樣的 的觀點 有什麼樣想要繼續問的 或者你覺得有什麼 你不太明白的 我們今天除了他準備的演講之外 我們最後的討論 還有機會把之前的問題帶回來 那我們就歡迎 關大偉老師是政大主席 我也都會想忘記怎樣這句話 我們先歡迎關大偉老師 謝謝謝謝同老師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到同老師的課堂上 來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嗯 同老師如果非常敬重的一位 年輕但是資深的一位前輩 很有幸到同老師的課堂上來證實 覺得非常的光榮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如同剛才同老師所說的 就是從這個原住民知識的角度 來看這個民族自治 傳統領域 跟自然資源管理 特別是從泰雅族的例子 那麼我想一開始 先從兩件事情來談 跟大家談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叫做國土 一個叫做公共利益 當我們在談原住民的自治的時候 大概我現在看到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來自於政府機關的 裡面各個部門的阻礙 那這些政府機關的各個部門 常常會以捍衛整體的國土的利益 或是捍衛公共利益 為一個理由 譬如說像林務主 那來阻止這個原住民族自治法 這個通過跟落實 那這件事情呢 讓我覺得不得不 從國土跟公共利益 這件事情開始來談及 我們必須好好的去思考說 到底一個國土 是怎麼樣成為國土 當我們在講說 我們要捍衛這個國土的利益 或者是為了國土保安 而必須去做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或許我們應該回到這個國土的根源 也就是說 所有的有原住民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加拿大、台灣、澳洲、紐西蘭 都一樣 都有一段從原住民手上去偷走 搶走或騙走土地的這個歷史 那當然這個歷史沒有辦法重新來 可是我們怎麼樣回過頭來去面對這段歷史 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高度 所以當我們回過頭去看一個 所謂的國土成為國土的這個散布曲 從這個無主地的這種宣稱 作為一個這個殖民的敘述 到抹去這個土地上面的歷史 否認這邊的原住民跟他的土地的關係 建立一套新的殘權制度 這個是所有的有原住民的國家 都發生過的一個過程 這張圖的左邊是在日治時期 1901年的時候的這個撤繪 所做出來的這個藩間 右邊這張圖是日治時期的 藩人索要地政策 延續下來到今天的這個保留地的法 你就可以看到說原住民的 過去的活動的空間 從左邊的這一張 變成右邊的這個靈性的這些 而從左邊的這樣的一個大的範圍 變成右邊的靈性的這個點 它象徵的不只是那個範圍的縮小 它範圍當然是縮小 它大概只剩下八分之一 但是它象徵的不只是範圍的縮小 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一個重大的衝擊 因為過去的生活方式 它所展開的那個空間的格局 因為新的這個土地制度 而受到很大的衝擊跟挑戰 被淋睡好 左邊這一位 是一位太亞族的先進 他叫做羅姓瓦旦 李瑞昌 右邊這一位 是一位周族的先進 他叫做高一聖 李瑞昌出生於1899年 高一聖出生於19080 但是他們都一起 在1954年的時候過世 他們一起在1954年過世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一起在1954年的時候被當局給嗆滅 左邊這一位李瑞昌先生 他是在日治時期 接受了當時的醫學教育 所謂的現代科學裡面的醫學教育 右邊這一位 高一聖先生 他是接受當時的這個吃飯教育 他們雖然一個是周族 一個是太亞族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 事情 就是他們試圖著用他們所有 接受到的現代的科學的知識 去跟當時的政府去對話 左邊這一位 羅姓瓦旦李瑞昌先生 他在戰後 他在日治時期就接受醫學教育 他戰後 然後在日治時期就當公益 然後就到各地去做這個巡迴的這個議員 他在戰後被嚴覽作為 當時的這個審制議會的這個議員 相當於審議員 他在審議會質詢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光復節 10月25號 差不多這個日子快到了 他發表了一個這個質詢 這個質詢裡面說 台灣雖然光復了 我們過去被日本人侵佔的土地 是不是應該要還給我們 如果我們被日本侵佔的土地 沒有還給我們 那祖國光復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好高興的 很清楚對不對 那他的訴求 並沒有得到當局的這個回憶 而且觸犯了當局的這個政治禁止 右邊這一位高一生先生 他主張是台灣高山主要支持 他對於這個阿里山的州主的制止 有一套他的這個理想的來源 但是這兩個人都失敗了 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一段我們的國土的歷史 我們的台灣的土地的歷史 曾經有這一段 曾經有原住民的土地 從左邊變成右邊的這一段 曾經有戰後有原住民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主張 要回歸我們的這個土地的這一段 我剛才講說 我們怎麼樣回過頭來 面對這段歷史 是決定了我們的高度 決定了這個國家的高度 這張照片我想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這個是當時守護大埔的一個照片 有人主張說 把這個房子拆掉 是為了公共利益 因為他這邊要蓋科學園區 對不對 科學園區然後他的村子要那個 要經過 所以把它拆掉之後 這可以順利的 讓這個科學園區的計畫可以進行 我相信在座大多數的人 不會認為他是公共利益 為什麼 因為即使只是一個張家 一個大埔的張家 他的私人的財產 他的私人的財產權被保障 他都象徵了這個國家的一個 最基本的正義 土地的正義 你如果一個國家 連維護一個人民的私人財產 都不能做到的話 你就喪失了這個最基本的正義的價值 所以即使只是一個人 即使你只是捍衛一個人的財產 其實你都是在實踐 這整個社會的正義 維護這整個社會的正義的價值 如果是全台灣2%的人口 如果是全台灣40萬的人 原住民的 當然他也是少數 可是如果我們回過頭來 面對我剛才講的那段歷史 落實原住民族的權利 這件事情 它是不是公共利益 它當然是公共利益 它是對於我們歷史中 曾經發生的不正義的事情的一種修復 對於這一種不正義的事情的修復 才能夠讓我們 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訴我們的子孫說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 為它努力貢獻的社會 這是一個有正義價值的國家 所以原住民族權的落實 它其實就是一種公共利益的創造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看 原住民族權利 原住民族的土地的權利 跟國土保安這件事情 如果它兩者都是公共利益 它真的會互斥嗎 或者是說我們能夠找到一個 讓兩種公共利益 都能夠同時被維護的方式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可能 而這個可能的開始 就是要從排除偏見 開始 什麼叫做排除文化的偏見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有身分證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已經成年 或者是將近成年 每一個人身分證上面都有姓名欄 大家知道 過去的身分證上面的姓名欄 只能夠寫四個字 那所以當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之後 那個身分證上面的姓名欄 就寫不下去 有的人是七個字八個字 寫不下去 所以如果他的名字超過四個字的時候 身分證上面的姓名欄就會寫 想見被注 他的姓名就叫想見被注 那你覺得這個是當初在設計 身分證的這個格式的人 故意要二稿原住民 我想應該也不是 但是在他的文化經驗裡面 他就覺得說那個身分證 名字 這件子也就是三個字 最多四個字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常常會在自己的文化之下 有某種的偏見 但是不知之 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裡面 我們更要小心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國家裡面 他的主流的主權 多數的主權 他常常會在國家的這個制度裡面 隱身在國家的制度裡面 在行使他的文化的偏見 而不知之 我剛才講的身分證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例子 那當然現在已經改過來了 改過來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件事情是有可能改變 如果我們看到了那個文化的偏見 就能夠找到解決的方式 所以當我們在講 國土保安 國土富裕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真正要富裕的 不是那個所謂的土地的物理的地質的條件 而是一種土地的文化 那個在殖民的敘事之下 被視而不見 被消除的 被否認的那些土地的文化 我們要重新 秉除掉文化的偏見 讓原住民的土地的文化 在我們的國土的論述裡面現身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進行的這個幾個研究 這幾個研究大概 一路這樣子下來 大概是我這幾年來 在思考怎麼樣去排除掉文化的偏見 在土地制度這件事情上面 去進行跨文化對話的一些心得 這個圖片上大家看到 應該不陌生 特別是我們在座的這個理會會館長 這個是他的家鄉 是石門水庫的這個集水區 是我的這個研究一開始的這個研究的範圍 我的研究在這個石門水庫的集水區的這個地方 他的下游就是在這個 這邊是在這個附星巷 那他一路上來 沿著這個上游過來 到了這個新竹縣監視鄉的後山 他的下游這邊 有這個石門水庫的庫區 那在沿途 有一百多座的這樣的這種藍沙坝 那在這邊也有原住民的聚落 有原住民在這邊進行農業的耕作 過去 在日治時期 在原住民的這個地區 去形成這個集團遺住 跟這個定耕的農業 到了戰後 政府設置這個三地農務局 三地農務局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去進行這個邊際土地的開發利用 對於這個三地地區的這個邊際土地 去進行這個開發利用 1963年民國52年的時候 石門水庫完工 石門水庫的完工造成了這個 這個泰雅族的部落的這個千村和椰木 這段歷史其實你會會館長 他研究的最深 有機會其實可以跟大家請教 但是我們看看一路來 從這個水庫的興建到這個保留地的私有化 透過這個土地的私有化之後 去促成這個更大量的勞動力的土路跟生產 引進高山農業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石門水庫的集水區 從過去一路走來 其實是政府政策有目的地去進行 所謂的這個三地的開發 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 整個轉變 2000年之後因為台灣意識到 台灣作為一個國土的這種保安的這種重要性 特別是在3D的地區 所以加強了很多的這種 對於3D地區的這種 保育的政策跟做法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石門水庫的這個集水區的整治 這個石門水庫的集水區的整治 包含了這個 一系列的這種小型的這種作為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去加強這個超限利用的這個採訪 加強超限利用的採訪 那這裡面的做法 包含這個保留地的富裕團 貝水區的巡守隊等等 但是他們在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僱用原住民去進行這種 超限利用的這種調查跟舉報 意思就是說 僱用A部落去舉報B部落 僱用A領區去舉報B領區 當時的這個政府認為 這是一種參與式的管理 就是讓在地的居民 參與到政府的這種管理的手段裡面 但是這件事情並沒有很成功 因為它造成部落內部之間的這個 衝突 不信任 矛盾 緊張關係 那後來這些做法 稍微有了一些調整 但是從這裡 就是從這個 這件事情開始 我的研究開始在思考 一件事情 就是 難道所謂的參與 只有這種 國家訂定了 國家訂定了一套法律 它認為對的法律 然後讓在地的人去執行這套做法 才叫做參與 還是有其他的不同的層次的參與 譬如知識的參與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展出原住民的環境論述 讓原住民的知識 參與到我們的環境的治理裡面 而不是只有勞務的參與 大概這樣的想法構成了 基本的研究的一個目的 好 大家看到這邊是這個 在這個範圍裡面 過去列野有各式各樣的法律 所構成的這種限制 包含自然水法 營養水管理條例 區域計畫 會知道這個水土保持法等等 所以在這個地方 也被劃分成為不同的分區 這邊有保留地 那保留地外面 就是這個 大部分是這個淋漫地 那透過這個區域計畫法 的這個非度式土地的 使用的這種環境 對這個地方 這個石油水管集水區 又劃分為各種不同的分區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的這個插定 透過這個山坡地可利用限度的這個插定 把這個地方 分做這個移林地或移農地 移農木地等等 那所謂的超限利用 就是這麼來 就是按照水土保持法 你如果說去在這個移林地 或是家常保育地上面 去從事這個農木的使用 那你就是超限利用 那什麼是移林地 什麼是家常保育地呢 就是前面的那一個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的標準 去判斷出來的這個 它是移林還是移林 剛才在講的石油水 或者集水區整治 就是按照這套辦法 去進行 對於這個 所謂的超限利用的判定 以及超限利用的土地的插暴 那前面講的這個 可利用限度的分類標準是什麼 就是這個 按照這個土壤的深度 按照這個土壤的侵蝕的程度 按照這個土壤的這個坡度 對於土地去進行分歧 大概到了第五級 第六級 就是屬於這個移林 或者是要加強保育地的這個範圍 那如果你在五級坡六級坡 去進行農業使用 那就是超限利用 原住民很多的土地利用 就是因為違反了這個規定 而被裁房 這個是我的這個天野過程中的一些紀錄 這個是從這個2008到2009年 在進行這個太亞族的人地 應該說人跟河流的關係 研究的時候所拍的照片 那這個後來寫成我的博士論文 也有一部分的內容 就是大家看到之前這個 那個通老師給大家的那個地理學報那一天文章 到這邊就跳過不談那個部分的研究 不過就是說這個整個 在討論這個太亞族的生態知識 一個開始的田野工作 大概可以追溯到這段期間 那當我回到台灣進入到教職之後 除了前面一個階段在談太亞族的部落跟河流的關係的研究之外 開始在討論這個太亞族的這個生態知識 要怎麼樣運用到災害管理這件事情 大家剛才有跟大家講說 有這個保留地的這個富裕團 然後北水局的這個選手對 他們在做的事情都是要去做這個 舉報鄰居 然後去做這個超限利用地的這個調查 有一年我有一個機會 就受到這個一個邀請 那去進行這個 他們的這個 保留地富裕團的團員的這個教育訓練 那我就跟那個計畫主持人 就溝通我們的理念 溝通之後他覺得 他也覺得非常贊同 所以我就去幫他上了這個教育訓練 這一系列的教育訓練的課程 那我剛去上這個教育訓練的時候 這些大家照片上看到的都是 那一些被僱用去A鄰居舉報B鄰居 A鄰居的那一些團員 富裕團的團員 那他們有的其實是很無奈 他們說他們到司馬褲子去 那司馬褲子就放口出來追他們 我因為覺得他們就是那個這個 衛虎作倉 然後他們自己也說 對啊我知道 這個就叫做以翻之翻 就是那個富裕團團員 他們自己這麼講 但是又過於無奈 他又要去賺那一份薪水 好 那當我去上這個富裕團的這個 教育訓練的時候 他們以為又要來上這個正義宣導 但是我那天去的時候就只有帶了這個紙 避暴紙跟這個彩色 那我跟他們說 這個我們今天來畫圖 大家一起來畫圖 畫什麼圖呢 就請你畫出你覺得你部落裡面 最危險的地方 畫出六個部落裡面最危險的地方 過去是政府帶了一套他的方法 判定的方法 以及一套執行的這個規定 來告訴你說 什麼地方是危險 所以你要去進行這個查報 但是今天我們來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我們來告訴政府 我們覺得 什麼才是危險的地方 好 所以就開始畫圖 大家就看到說 我們就分組下去畫 有的人就到戶外去 好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這個 有一位來自於這個 這個正希寶 正希寶的這個環節 那畫圖 這個是 這張圖再講的是 正希寶的對面 以前 就有一個大崩塌 幾十年前 但是當時崩塌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用這個水泥 鋼筋把它敷起來 我們是用這個茅草 用這個赤羊木的這個種子 上混著這個茅草的灰 把它撒在那個崩塌地上 那過幾年後 這個地方就長回了一片這個樹 這個赤羊木是一個先驅性的樹種 就是有什麼崩塌之後 它就很容易長出來 那過去族人在進行這個 油耕的時候 常常就是用赤羊木 來作為一個這個造地的樹種 所以當發生崩塌的時候 也利用這個樹種 去進行這個崩塌地的這個覆應 我聽了它的這一段描述之後 我回過頭去找 這個在2005年的時候 我曾經在正希堡拍了一塊崩塌地 那真的 在2012年的時候 運用當地運用這個方法 它確實就長回了一片樹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這個 進一步的 用一些簡單的這個GIS的工具 把它們認為危險的地方 譬如說是政府的不當的公共工程啊 等等的把它這個 把它記錄下來 放到我們的報告裡面 這個是在那個工作坊裡面 有一位來自這個 御豐村的 一位這個 也是這個富裕團的團員 他畫的 他說 他覺得部落最危險的地方是什麼 是這個 是政府 蓋的一個 水保局蓋的一座橋 2010年的時候 他說 他在他畫的那個圖上面說 這個橋樑設計不良 他說這個地方以後 一定會出問題 果然在2012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一個夏天 一場大雨 土石流淹過了那個河道 跑到整個馬路上面來 所以那個橋 那個橋擋住了這個土石流 所以整個這個土石流淹到 溢到這個道路上 這個道路中斷了一個多一半 還不是颱風 就是大雨 後來我們進一步去看 原來在這個橋樑的位置的上方 有一個大崩塌 這個崩塌是2004年 愛麗台風的時候 就發生的崩塌 但是你知道 在我們的這個 流域的這個治理裡面 一個流域常常被切割成 很多的不同的單位 在這個上游 森林的地帶 是林務局管 野溪的部分 是水保局管 這個看到的這條路 是公路局管 河流的這個主流 是經濟部 水力署管 這邊部落 部落旁邊的這些保留地 是原民會管 所以管這個野溪的水保局 他就只管把那個橋樑做好 沒有管到上面 琉木局的這個崩塌 但是那個保留地的 富裕團的團員 因為他生活在當地 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個 全面的一個觀點 細微 很在地 很細微 但是很全面 所以他知道說 那個橋樑設計不了 2010年的時候 他就預言了 2012年會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 這一些被 那個部落裡面的人 覺得討厭 因為他是A領軍 先舉報B領軍 被司馬庫是放狗追的 這一些富裕團的團員 政府只用他們來做這種舉報 超限利用的工作 是不是非常的可惜 他們對於他們的生活周遭 其實有很多很豐富的知識 那應該要做的 所謂的參與式的管理 是讓這樣的支持 參與到我們的環境的治理裡面 所以後來我們也去進行的這個 立體地圖的模型的製作 透過這種模型的製作 所以我去指認這個 一些這種地形啊 地名啊 深度的訪談 實地的踏場 去做了這個地名的收集啊等等 那後來我就把這些東西 再寫成了一個論文 就在談原住民的這個 生態知識 跟災害管理的關係 好 這論文大概明年的時候會 明年初的時候會出版 所以我在這邊也先跳過不講 我跟大家講更新的東西 就是我們怎麼樣重新來理解 泰雅族的傳統的土地知識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剛才講說那個用來 現在我們可以用來做這種 崩塌地的富裕的這個 種植次養木這件事情 是泰雅族過去在進行 油耕的時候 所發展出來的這一套知識 但是在日治時期的 這個殖民地的科學家 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看到 到了山上去 他們在做這個 林野調查 跟這個河川調查 到山上去 看到原住民在山上去 進行這個油耕燒肯 他們說這個是非常愚昧的一種形容 在他們的這個林野的這個報告裡面 說這個 這些藩人 就在進行一種非常愚昧不文明 幼稚的這種耕作方式 這些耕作方式 是這個台灣的山林之流 會對於這個台灣的這個造成 下游的水壞 是一個這個重大的這個原因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是這一些所謂的殖民地的科學家 他們看到的只是某一個時間片段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們怎麼樣把那個時間拉長 看到這裡面的一些內戰的邏輯 這個是泰雅族人的這個遷徙的這個一張地圖 我們知道說泰雅族的遷徙 從台灣的中部一直往的 這個遷徙有這個沿著這個河流 沿著山的這個林線 這個越過了這個林線下到河谷 在河谷的這個地方 特別是這兩條河流交會的這個地方 去建立一個這個聚落 然後站在這個流域裡面 建立新的聚落 在一個流域裡面 逐漸擴散成為一個聚落群 那在這個大的移動的遷移的路線裡面 又有很多這種小的這種移動 這一張是泰雅族對於這個河流的地景的地名 地形的名稱 從一條河流它的源頭 到它的這個不同的河流裡面 這種石頭的這種狀態 到河流的轉彎 有非常豐富的三十幾種的這個地 是到目前為止我收集的到 這個是泰雅族對於這個林線的地形的名稱 如果我對山不熟悉的看到 那個是一座山 對不對 但是對太陽族來講 那個山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 都有不同的名稱 每一個名稱背後都是一個姿勢 所以我們看到太陽族過去 因為遷移的關係 從這個沿著河流的遷移 沿著林線的這個遷移 所以對於河流的地景 跟林線的這個地質 發展出非常豐富的知識 河流、林線 就拉開了太陽族的 生活世界 我們可以說 河流跟山林線 其實就是太陽族世界展開的這個座標 在這裡面我們就看到 剛才講 從一個流域到一個 一個流域裡面的 這個遷移的這個模式 這是一種空間的模式 它也有時間的模式 就是沿著林線 然後下來 到了河谷 到了河谷之後 建立這個村落 建立這個聚落 一個聚落再擴散出去 在這個流域裡面 一個流域就形成一個群 一個聚落的群 這個群裡面 就有一個共同遵守的規範 跟共享的這個列車 當人數擴張的時候 又會往下一個流域去 我們發現說 這個模式其實是一再重複 而且我們也看到說 它這個模式裡面 很多的地名也重複 意思就是說 它把原本的那個 舊的流域的地名 再帶到新的流域去 我們看到一種 遷移的一種時間的一種周期 在一個河流的流域裡面 河流跟這個引用 跟這個耕作 跟手煉 跟這個捕魚 都有關係 河流就是一種資源 而且河流跟流域展開的 這樣的一種空間的格局 也變成這個聚落跟聚落之間 資源分享的一個重要的一種媒介 我們講說泰雅族的打尬 過去有不同的這個選擇 從不同的這個方向 來理解泰雅族的打尬 有人說它是這個一種規範 有人說是一種 它是一種組織 都有它的道理 而且也是在不同的地域 也有不同地域型的差別 如果我們從空間的角度 來理解打尬這件事情 我們會看到 它在這個 一個聚落裡面的這個 共識的這個團體裡面 有要遵守的這個打尬 在一個村聚落裡面 有這個聚落裡面 要遵守的打尬 幾個聚落之間 我剛才講 共同的這個獵場 有共同的獵場 要遵守的打尬 其實我們是不同群的 因為我們共享一條河流 共享一個流域 我們叫做不得的流 我們是屬於一個不得的流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些要共同遵守的規範 這些規範很多時候是很動態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人們不會永遠都相安無事 但是呢 如果有遇到衝突的時候呢 就要和解 透過和解 一次一次的和解 那個彼此之間的規範 是動態的建立起來 那 打尬這件事情 他的這個 從小的社會範疇 逐漸擴大 其實也有一個 他的空間的 這樣的一種基礎 而且他不只是一個平面 我們如果從剖面來理解它 在一個河谷的地方是漁場 在比較高的地方是漁場 聚落有的在比較高的地方 有的在比較低的地方 在這個中間的這些地帶 往往是這個油耕的移動的方 聚落跟聚落之間 因為他們所臨近的資源的不一樣 而去做這個資源的分享 譬如說靠河流比較近的這個聚落 他要把他的這個漁獲 跟這個比較靠山的 比較高的地方的去做分享 那你到比較高的地方去的人 他也不會阻止你 所以你不要來了 這邊是我家後面 不會 因為我們都是同屬 同一群 他反而還會再帶給你 再把他的這個獵道獵物 讓你多帶一點回去 跟你分享 因為你從比較遠的地方來 比較不容易到這裡 所以那個嘎嘎分享 就是那個嘎嘎最核心的價值 而那個嘎嘎分享的空間的基礎 就是我剛才講的 河流跟山林 林線所展開的這個太亞洲的這個世界 剛才講說在這個 聚落跟聚落之間 是這個油耕的這個地帶 油耕其實包含了很多的不同的層次的知識 包含對於那個土地的 什麼樣的土地 適合耕作 或適合種什麼 這樣的知識 包含作物的 什麼樣的作物 它的習性 以及它有什麼樣的用途 作物的知識 也包含了這個耕作 跟維護土地的方式 譬如說要去燒墾 或是說這個 也要去這個 在這個坡地上面 去做這個柵欄 去這個器食等等 這個維護土地的耕作的方式 也包含了這個 人跟人之間的這個動態的 協商的知識 譬如說是這個換地 換工等等 這些知識 都是建立在這個土地的 對於這個土地的認識的 這個基礎上面 它同時也是建立在 對於社會的認識上面 所以它是一個生態跟社會 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系統 運作的一個系統 我們看到太亞族的這個 對於土地的命名 不同的生命的週期 有不同的這個土地的命名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它剛開墾出來的土地 有一個名字 它部分耕作的土地 有一個名字 在耕作完 大概是三年四年之後 休耕的土地 有一個名字 所以一塊土地 大概耕作三到四年之後 就會讓它休養 休養的時候就是 我剛才講的 種這個赤養墓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油耕的這樣的一種 耕作的這種活動裡面 它有它的這種 在一個流域裡面移動的 空間的模式 它也有不同的 從開墾到耕作到修耕的 這樣的一種時間的週期 我們如果把那個尺度 再縮小一點 縮到一塊土地上面 剛才講說 遷移是跨流域的移動 在流域裡面也會移動 是這種油耕的移動 對於一塊土地 其實也有很細微的知識 剛才講 在這個土地上面去進行這個 隨著地形的細微的變化 去做調整 在燒肯的時候 可能這個樹頭 大的樹頭 石頭 就不打掉 沿著這個 地形的這種變化 去這個氣死 或者是圍這個柵 然後去種植多種的做 這小小一塊的土地 其實有好幾種的不同的食物 在這裡面 所以大家看到的 其實是一個非常豐富的 充滿了這個 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地質 而在這一塊土地上面的耕作 也會因為不同的耕作 以這個小米為核心的耕作 不同的週期的需要 譬如說是要去這個播種 在這個櫻花開的時候 我要去播種 然後呢 除草 在這個雨季之後 除草 然後呢 收割 然後我要存到這個鼓掌裡面 在這個 環繞著這個小米的耕作 它也有一個耕作的 一個時間的週期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 泰雅族的傳統的土地的利用裡面 從一個沿著 一個流域到流域之間的移動的 時間的週期 到一個流域裡面的 油耕的這樣的週期 到一塊的土地的耕作的週期 它是有一個時間的模式 在空間上面 跨流域的移動 到一個流域裡面的油耕 到油耕的時候的一塊土地 它也有它的一個空間的 這樣的一種不同尺度的 這種知識和維護的方式 大家再去回想一下 我一開頭跟大家講的那一句話 日治時期的殖雲地的科學家 到了台灣的山地說 這些藩人是山林之流 因為他們在進行一種愚昧 不文明的耕作的方式 是嗎 今天 如果我們用一個所謂的 現代的科學語言來講 這一套泰雅族的土地的知識 就是一種空間的管理的知識 它不只是一種空間的管理的知識 而且是動態而且有序 這些知識 它甚至比日治時期 要求原住民去擊春 你知道擊春之後 會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方便管理對不對 方便管理 所以原本在一個流域裡面 分散的這些不同的部落 就被拉到一個大的部落裡面 方便管理 但是對於土地來講 它的存在的壓力就變大 定根 種水稻 種水稻的好處是什麼 種水稻的好處是 你要去重新組織這些部落裡面的人 讓他們去進行這個水稻的維護 你要去組織部落裡面的這個勞動力 組織部落勞動力的過程 你對於部落的控制 你就更加的深入 但是它造成的負面的影響就是 當你為了要讓那個水 水稻的水 能夠留在這塊田地裡面 那田就要是平 所以你要把原本在斜坡上面 跟做的這個小蜜田的坡腳把它砍掉 然後要組水菌 每年颱風一來這些水菌 就會這個 會重壞 但是呢 當時的這個日本警察就會要求居民 不斷的再重新去修復這些水菌 那透過這個耕作的這些組織 透過這個水利設施的維護 其實就是這個對於勞動力的這種控制 以及對於這個市民的經濟 對於這個村民的經濟生活的一種控制 但是它真的比較環境友善嗎 其實不然 其實不然 好 所以到這邊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重新去理解 以太亞族的例子來講 重新去理解原住民的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重新去理解原住民的土地的知識 這裡面有太多值得我們去細細的體會 認識跟學習的地方 絕對不是只有僱用部落的人去舉報 他鄰居超限利用 不是只有去僱用A部落的人去舉報B部落 A鄰居去舉報B鄰居 讓他的勞動力去執行國家的一套法律而已 不是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去思考 我們現在的土地的制度出了哪些問題 或許有人會這樣子問 你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一個民族制裡面的材料 就是說你透過你的田野的訪談 然後你的調查 去把這些民族制資料整理起來 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它在當代的原住民社會裡面還存在嗎 你是不是用一種鄉丑式的懷想 想要去複製 去複刻過去的這個原住民的社會的情境呢 我要告訴大家 不是 而且 事實證明 許多的 所謂的 傳統的土地知識 在當代 仍然被實踐 那 我想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再開始這個新的段落 剛才跟大家分享 就是從這個太亞族的角度 怎麼樣重新去理解 我們的這個土地的知識 那 剛才在上一堂課要結束之前 我告訴大家說 這一堂 這一節 我們要談一談就是 那個 所謂的傳統的土地的知識 它並不是一個 相仇式的幻想 它其實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被實踐 這個是2012年3月 在南山發生的一個事情 我想 可能有個同學也不陌生 這個事情就是 斯瑪庫斯有一些人 斯瑪庫斯有一個 那個共同經營的一個 的一個 那個 團隊 但是在這個共同經營的團隊之外 其實部落裡還有一些人 不在那個共同經營的團隊裡面 那 這 這些 這裡面有一些人 他跑到了 宜蘭的南山去 然後到南山這個地方 去這個 倒伐了一個檜木 這就是現場的那個 檜木的那個 那個樣子 這個位置 是在那個 宜蘭縣 大同鄉的南山 部落 部落父子 那這裡面當然引發了很多 不同的層次的討論 其中一個是 那個 那個 南山部落的年輕人 就開始說 為什麼斯瑪庫斯的人 可以越過那個界線 跑到我們這邊來 這個是我們南山的領域 所以 他侵犯了我們 我們也要去把那個 司瑪庫斯的那個神木 把他砍回來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那 這個事情後來怎麼解決 知不知道 這事情後來解決的方式 就是 在這個 2012年的5月的時候 兩邊的這個部落 然後 聚集在這個 古利斯卡布這個地方 就是太亞族的這個 遷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點 在這邊 去進行的一個 spotlight 我剛才講的那個 和解的這個儀式 spotlight是這樣子 它是一種這個 和解的一種儀式 這個和解的儀式是 當 我們這個 彼此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 去進行這個 和解 和解的過程中 要先去進行一個這個 鼓調的吟唱 這個鼓調的吟唱 這個鼓調叫做 人戶 這個人戶的吟唱是怎麼樣 去追溯你的這個 這個組員 那這個吟唱 其實在很多的場合 都會用得到 譬如說 在提親的時候 我們到你家裡提親 他開始 不會用 不會用 直接講 用唱的 用唱的去唱出這個 你的祖先從哪裡來 我的祖先從哪裡來 確定彼此的那個關係 然後再來在商量說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去從 答不答應 答應的話 有什麼條件啊等等 這個鼓的吟唱 它有很多的這個 象徵跟比喻 因為它用象徵跟比喻 所以它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它就用這個象徵比喻來談事情 那它前面呢 有很多這個組員的追溯 透過組員的追溯 確認我們的關係 譬如說要提親 我先確定我們之間的親戚的關係是什麼 譬如說要和解 先確定我們這個部落跟你這個部落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確定關係這件事情很重要 和解 因為史巴蕾這個字 在太亞族的畫裡面 就是真的意思對不對 就是真假的那個真 那如果要把東西做出來 就是說 馬蕾就是把東西做出來 因為史巴蕾是說把東西弄平 讓它更好 更平更好 就是說我們要和解 要去追求真相 然後讓事情更完美 更完善 那這樣的一種和解 處理事情的方式 是關係的修復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不是太亞族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修復關係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個台灣族的頭目 他告訴我們 他說有一年 在台灣族他們的那個 那個村子裡面 舉行相運 相運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在射標牆 射標槍 那有一個小孩子 不小心從那邊過去 因為標槍就射到那個小孩子 小孩子就被射死 那這是真實的故事 那這個年輕人也是這個意外對不對 他也不是故意去射那個小孩 小孩子衝到那個標槍的會場 這個年輕人跟那個小孩的家屬 被帶到頭目的家裡面去 看頭目要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這個台灣族的頭目 他解決的方式是 讓這個犯了錯 不小心犯了錯 年輕人 娶那個小孩子死掉 那一家那個人的姐姐 那他娶了那個姐姐之後 後來他們就生小孩 小孩子生出來之後 兩家的關係就變好了 所以就是用修復關係的方式 去解決那個傷害 這跟我們今天在理解那個法律的觀念 不太一樣 我覺得現代的法律是 你犯了錯 你要被處罰對不對 以處罰為規邏輯 但是在那個台灣族的例子 關係的修復才是重要 回到泰雅族來 關係 我就說當我們要和解的時候 我們先要確認一下 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那個冷戶的影響很重要 就是我們透過影響 要去追溯那個祖先的那個根源 現在法律是說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不管你是誰 但是在我們的這個和解裡面 是要先確認我們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 關係被確認下來之後 我們就找到一個和解的方式 在這個例子裡面 透過這樣的方式 原本一個部落跟部落之間的衝突 一個危機 轉變成為一個生態保護的一個行動 這個是尖石後山的這個有機農業 我剛才講說 在日治時期的水稻定根 改變了部落的這種生產 也改變了部落的地質 戰後民國55年的這個保留地的這種私有 更加加速的這種改變的這個部落的生產方式 因為保留地私有 每一個人自己的家戶 自己的那一塊地 就永遠在那邊工作 那你的這個整個生產 是你每一個個別的個人 跟那個農藥商 跟那個肥料行 跟那個棕盤商 連結到那個市場去 每一個個別的個人 都是一個個別被連結到市場的個體 過去的我剛才講的 那個集體的土地的換工啊 換地啊 油耕啊那些事情 就不見了 那我們看到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那個跟農業的集體性被打破之後 反而是創造了原住民的貧窮 好 在 但是這些事情 也不是故事的終結 就是說那個原住民被切割到那個 個別的土地上面 然後私有化 然後個別被連結到市場裡面 也不是故事的結束 故事還在進行中 在 我剛才講十分水戶集水區這邊 2005年啊 這邊成立了一個這個有機農場 那到了2007年之後 又有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 自然農業的這個推廣 這裡面有一些故事喔 我很簡單的講 就是說這個有機農業的推廣 它其實不是只是部落的人 自發性的行動而已 它有一些這個外面的NGO的團體 的這些協助 那但是 為什麼2005年之後 2007年又有一個自然農業跑出來 我既然已經有有機農業 為什麼又有自然農業呢 因為有機農業會有一些這個門檻 譬如說 你還是要用這個有機肥料 所以你還是要去跟那個有機的那個肥料 商去買肥料 那你要去認證 有機認證的時候 那個土地要乾淨 土地乾淨 那就是不能夠失肥料 不能夠失這個化學的這些藥劑 那 不要讓那個土地重新恢復 可是這個時間大概要花兩到三年 所以這兩到三年的有機認證的這個公司 就會來做定期做記錄 這兩到三年裡面 等到你兩到三年後 你通過認證這個 你的作物才叫做有機的這個蔬菜 才能夠賣到那個好的價錢 但是在這個之前就不是 還沒有通過認證 你還沒有通過認證 可是你已經不用肥料 不用這個化學藥劑 所以你的產量就減少 產量減少 而且價錢還不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是讓你的這個要支付的成本 就增加 所以有金融業有它的門檻 有一些成功了 有一些沒有 那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 這邊又開始引進 你透過那個教會的網絡 引進了一種所謂的這個自然農業 那自然農業是什麼 自然農業強調的是 你不用去跟人家買那個有機肥料 不用去買那個有機的這個 的這些這個 藥劑等等 那個要讓你的作物生長 你去製作酵素 那這個酵素呢 它有一個製作的技術 那基本上自然農業在推廣 有一個核心 就是這個製作酵素的這個 這個方法 那從2007年 透過這個教會的 長老教會的這個網絡 有這個韓國的一個牧師到這邊 來去進行這個農法的這個推廣 教授 部落人就開始 這個去進行這個有機農業的 自然農法的這種嘗試 在這裡面喔 我就看到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喔 就是這個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開始被帶到這裡面來 因為你不是去買有機的肥料 不是去買那個有機的農藥 所以你的那個要做酵素這件事情 是要自己動手去做 你自己動手去做 你用什麼東西去做 我們發現很多的在地的這些物種的知識 有被帶進來 什麼樣的東西適合做什麼 比如說大家看到這個黃黃的是什麼 黃駁 黃駁 黃駁過去在這個 太亞族的這個 藥用的這個知識裡面 他就有一些這個消炎啊 陣痛的一些效果 那這邊又重新被帶進來 我去製作這個酵素 包含這個對於這個土壤的知識 我剛才講說 什麼樣的土壤適合種什麼樣的東西 過去做這個 慣性農業的種植的時候 你可以大規模的種單一的作物 因為你去改變那個土壤的性質 那你今天不用這些農藥肥料了 你變成這樣 你要去跟著那個土壤的性質 去種不同的作物 所以那個作物的樣貌變多了 作物的那種那個品種變多了 那每一塊種的那個範圍變小了 包含那個水土保持的一些做法 就傳統的這些做法被帶回來 除了這個之外 人跟人之間的這種合作協商 譬如說這個農事的技術的分享 所以我們透過了一些這個整理 看到幾個不同的這些 不管是這個有機農場 自然農場之間 就開始去進行這個 我剛才講這種製作酵素啊 等等的這些 這些技術的分享 包含了那個生產資源的分享 包含那個銷售的管道的分享 我們看到 在從這個日治時期的水道的定根 到戰後的這個保留地師有話 那個原本被切割淋散的那個 農業的集體型 在當代的這一些 這種自然農業的運作裡面 又重新的被連結起來 我們甚至看到了這個 夷根這件事情的出現 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兩塊地在不同的季節去移動 那因為有些季節適合種 種這個 比較那個夏天適合種的作物 所以那個不同的季節不同的作物 不同的這個 海拔高度的這個 這個田地 適合在不同的季節去做更種 那過去我們是被 私有化切割成一塊一塊 那現在 因為你要去 這個讓你的土地變成乾淨 所以你就必須要 不是只有自己的土地變乾淨 你旁邊的土地也要變乾淨 所以那個協商這件事情 是在進行這個 有機或是自然農業的時候 就一個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重新合作 建立起來之後 連那個地 夏天在你的地中 冬天在我的地中 這種 過去的夷根的這樣的這種影子 又被重新帶起來 第三個例子 是這個 我們在石門水戶激水區 所做的這個保留地的調查 我們看到 在單一的一塊土地上面 這一塊土地的維護 我們說原住民對於這個土地的這個使用 有很多 因為它在這個五級波 六級波上面 違反了政府 對於超限利用的規定 但是 我們如果走進到原住民的天地裡面去看 你會看到什麼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有很多這種細微的小的 對於土地的維護的方式 是那個大的 國家所劃定出來的那個分區的分類的分級的標準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到 譬如說這個 這個起石 這個在我剛才畫的 那一張這個 傳統的 對於單一塊土地的維護裡面 就有對不對 在當代 當代的存在 譬如說 對於這種田間的 這種石頭跟樹頭的保留 或在碎石坡的地方 就種植一些這些爬藤類的作物 穩定它的邊坡 配合那個地形去種植這種多種的作物 或者是在田邊種植這個不同的樹種 這些田間的草不爬除掉 有一些其實是食物 就是田邊的那些草 它有一些其實是可以食用的食物 有一些還是藥材 讓這個紮草 讓它這個生長 它還是在一個地方 那我們在整個這個技術區裡面 做了很多不同地方的這種 限定的調查 這是在這個秀南村 同樣的 這一種擋土 這種設施 一塊小小的土地上 種植這種多種的作物 好 我們再進一步去做了一件事情 這是我跟我們地震系的 一位做測量的老師 有一些合作 去做這個衛星影像 跟航照圖的判渡 我們用了在92年93年 跟102年的這個 航照圖跟衛星影像圖 剛才講到說 按照這個政府的這個分 這個三國內可能用限度的這種 判定的這個標準 有些地方就會判定出來是這個 遺林地 遺農木地 這就在我們的這個 研究的地點裡面 這個案例裡面 這個 黑色的地方就是判定為這個遺林地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就是判定為這個遺農木用地的地方 那我們透過這個影像的這種判讀 框起來這個藍色的框框 這個藍色的框框就是崩塌地 然後如果判斷起來是有做農業使用的話 就用紅色的框框把它框起來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如果紅色框框落在這個黃色或黑色的色塊上面 就表示說 它是遺林地或遺農木用地 但是在做農業使用 也就是政府所說的朝鮮利用 那它旁邊的崩塌的情況是怎麼樣 經過這些影像的判讀 我們發現 它這個例子 它是這個政府的這個土地使用調查裡面判定 是遺林地 但是呢 實際上它是在做農業使用 但是它沒有崩塌 就是說它按照政府的標準來看 它是超限利用了 但是它沒有發生崩塌 這個也是 它是遺林地 它實際上在做農業使用 也就是所謂的超限利用 但是它沒有崩塌 那反倒是旁邊有一塊這個遺農木用地 它崩塌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它是遺林地 但是呢 它實際上在做農業使用 它也沒有崩塌 最近我們在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把整個十分水庫 剛才講的是一個區域的例子 對不對 我們開始去找出 有沒有那個被判定超限利用 可是其實它沒有崩塌的例子 找到了不少 所以最近我們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整個十分水庫 集水庫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超限利用的土地 跟崩塌的情形呢 做了一個完整的統計 這個是一級波到四級波 這個是五級波到六級波 這個是沒有跟座 這個是有跟座 那沒有崩塌 有崩塌 經過統計之後的結果是這樣 五級波六級波就是所謂超限利用 超限利用 五級波六級波就是遺林地 或者是這個加強保育地 然後呢 它有在跟座 所以這一欄就是超限利用 所謂的政府所說的超限利用的土地 這些超限利用的土地 有崩塌又沒有崩塌的比例是多少 大概是這樣 百分之三十 跟 百分之三十一跟百分之六十二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大概二比一 就是說它被判定為超限利用的 三塊土地裡面 有兩塊是有崩塌 有一塊是沒有 三分之一 這樣的三分之一我們認為 太過出張 就是說並不是說那個判斷的標準 沒有用 就是按照波度來看 確實是有它一定的依據 但是也太過出張 就現在政府的那個可利用限度的 這種產業標準太過出張 以至於三分之一的土地 其實是沒有崩塌 但是也被判定是超限利用 要開罰 所以如果我們重新來思考 超限利用這件事情 那個被判定為超限利用的土地 經歷過我們那些資料 十幾年來的這些資料 是不一定有崩塌 我們如果仔細去想一想說 這個超限利用的判定標準 它其實是從固定的地形 跟地質的條件 我去判斷說 是不是適合農業使用 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去思考 泰雅族的農耕的知識 它其實是一種動態的維護的方式 它種什麼 它怎麼種 決定了它是不是適當的耕作 雖然我們過去說 那個跨部落的這種移動 或者說油耕 跨流域的移動 或是油耕這件事情 在當代的土地制度之下 是沒有辦法去實踐的 但是就我們從單一的一塊 保留地上面的農業看出來 其實它仍然在運用一些這種 傳統的維護土地的利用的方式 如果我們去想一想 就是這個是政府的可利用限度的 查定的這個標準的邏輯 這個是泰雅族的農業耕作的邏輯 從判定的面積 判定可利用的方式 跟判定的機制來看 都有一些不一樣 政府的判定的面積是0.25公頃 就是說你一塊土地 如果你覺得你的坡度 山坡有大的起伏 有大有小 有比較斜 有比較緩 你覺得說我要把它切開來 來測量它的坡度 可以 但是你最小的切分割的面積 是0.25公頃 大概是800多坪 原住民主跟做800多坪 可以做很多東西 通常在山坡上也有 很多是小於這個面積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現在那個判定的面積太大 那個尺度太大 那判定的這個方式 就是我剛才講的 坡度啊 土壤的深度啊 充實的這個程度 判定的其實就是由外 從部落外面 經過訓練的公務員來 他看完 他就判定 但是泰雅族 我們跟他的邏輯是什麼 他不會有一個面積的限制 說什麼樣的大小的面積可以做什麼 而是隨著那個細微的地形的變化去調整 他在判斷說 這是不是一個適當的耕作的時候 不是只有那個物理的地質的條件 而是包含那個作物的耕作的方式 耕作物的種類 判定的機制是實際的 有經驗的農業操作者在驚喜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能夠在判定的面積上面 不是只有一個0.25公頃 而是隨著地形 隨著作物的種類跟數量去做調整 如果我們在判定的標準上面去考量 跟作跟維護的方式 而不是只有那個物理的地質的條件 如果我們在判定的機制上面 把這個部落的實際的農業操作者 擁有這些知識的人加入到審議的機制裡面來 那麼就是一種所謂的知識的菜 不是只有僱用A部落去舉報B部落 僱用A鄰居去舉報B鄰居 它是讓原住民的知識 參與到我們土地管理的知識的建構裡面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可以做 非常有可能 重點是我們必須先去了解到說 這個所謂的現在的制度的邏輯是什麼 泰亞族的農耕的土地的知識的邏輯是什麼 在這個兩槍對照之下 我們去找到一個 把土地的利用的規範 結合我們傳統的生態知識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剛才講的是一個單一的一塊的土地 我們如果再把那個範圍再放大再放大 我們剛才講泰亞族的對於這種空間的管理 它有跨流域的 它有單一的流域中的移動的 有流域中的一塊的土地 流域中的一塊土地 我剛才講 我們在石森水庫的 集水區的這種保留地使用的限定調查裡面 我們發現 它對於現在的這種 土地可利用限度的規範 是有一些啟發 可以做一些調整 同樣的 我們看到那個 尖石江後山的有機農業那個例子 它是在一個單一的流域中的這個程度 我們看到那個集體的合作的極致的重要性 我們也看到說 土地的使用分區應該要再彈性一點 譬如說 你那個 現在是遺林地 遺農地 可是它如果移動一下 因為原本的遺農就變成遺林 遺林就變成遺農 它原本在做農用 那它三年之後它的種樹 它就變成做林業用土 我們現在對於土地的使用的那個分區 林就是林 農就是農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農林混用的一種分區 有沒有可能是這種 彈性的 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做調整 有可能 我只要講得出來的就是有可能 我的意思說 講得出來就是有一個方法 再來 到那個跨流域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說 從那個南山的快夢的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說 那個社會跟生態系統 一個流域跟流域群 這樣子的一個運作的這種機制 在當代的泰雅族的社會裡面 它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樣的觀念 對於我們在思考 自然自願的共管的時候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 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的科學家 說泰雅族是一個從事那種愚昧不文明 的耕作的民族 我告訴大家說 不是 從我們的傳統的生態知識 告訴我們 泰雅族是一個對於空間管理 非常有一套的一個民族 這堂課我也告訴大家 這些知識 它在當代的泰雅族社會裡面 仍然部分被實踐 我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它是一個完美的一個東西 它在今天還是一樣 不是 譬如說那個移動 跨流域的移動這件事情 沒有 譬如說這個移根這件事情 你現在因為保留地的制度 基本上一根就沒有被運作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一些知識仍然被實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選擇一個 什麼樣的制度 或者是說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制度的調整 讓這一些好的知識 讓這一些不只是對原住民好 它其實是對於我們重新去思考 我們的環境治理都很重要 全台灣的環境的治理 都很重要的這樣的一個知識 怎麼樣讓它可以有一個運作 在這裡面不斷的這些演化 發展的一個空間 我們要選擇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或者是我們要去進行什麼樣的制度的調整 所以從這裡我們去思考 民族自治跟傳統領域跟自然資源管理的關係 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意思是說 在過去跟現代國家接觸之前 原住民跟土地之間有一套互動的方式 在這個互動的方式之下 產生了土地的利用的規範 在我們的歷史經驗裡面 我們看到當國家出現之後 國家的法律 往往對於原住民土地的利用的方式 和規範是刻意的抹去 忽視讓它消失 或讓它無法運作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在國家的架構裡面 讓原住民過去這一些好的土地的利用的規範 在當代我們也看到它被實踐 被運用的這些知識 能夠有一個去實踐出來 去發展的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什麼 就是原住民族的支持 就是原住民族的支持 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這樣的一個理想 我認為有兩件事情是重要的 兩個層次的努力是重要的 一個是我們必須要透過對於文化的理解 進入到文化的脈絡裡面 去正確地詮釋原住民的知識 另一個是在這樣的理解的基礎上 我們要去跟國家的政策 制度去對話 在座的各位可能來自不同的科系 對不對 有的是來自人類系的同學 你的任務在這裡 怎麼樣進入到文化的脈絡裡面 去理解原住民的這個知識 如果有來自法律系的同學 你的任務在這裡 你怎麼樣在這樣的一個認識的基礎上面 去跟國家的政策跟制度去對話 在這裡面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傳統的土地的知識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國家的這個 土地的相關的這些法律的這些規範裡面 大概可以分成三大塊 一個是對於空間的 譬如說像是這個國土計畫 區域計畫 國家公園等等 一種是對於特定的土地的管理 譬如說像是這個地權啊 地用啊 或者是這種這個山坡地啊 保留地啊等等 另外一種是對於自然資源的 像是這個森林法啊 溫泉法啊 野生動物保育等等 那這三大塊就是分別是屬於這種 空間的計畫 土地的管理跟自然資源 這個 是我們要去跟政府去對話的一個界面 但是這個界面 最重要的這個基礎 對話的基礎 還是來自於對於我們自己的傳統領域 以及我們的這個生態知識的理解 所以回到這堂課 這個演講一開始的這個主題 原住民族制止 跟這個傳統領域 跟自然資源功能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當然我們可以談這個自治 自治法啊 然後自治裡面 遭遇到一些問題 不過我覺得今天講這個 可能更重要 就是說如果大家覺得 覺得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話 那麼怎麼樣在各自的學科 的這樣的一種能力上面 為這件事情去做出貢獻 這件事情的意義在哪裡 我剛才講 所有的國家 有原住民的國家 它都有一段 從原住民手上去偷走 搶走或騙走土地的歷史 這個歷史是不可能重來的 但是怎麼樣去面對這個歷史 就決定了我們這個國家的高度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知識 它雖然不是一個這個所謂的這種 相仇式的懷想 但是呢 在當代的這種各種的這種 國家的制度的這種累積之下 它也有一部分 是受到了這個影響跟衝擊或變化 你可不可以說 你現在這個傳統的生態知識 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呢 你這個 沒有資格再去講說 要去做原住民的這個 傳統的生態知識的這種實踐 更沒有資格去說 要去追求這個原住民的知識 因為那些東西 都是過去的 已經不存在的事情 我今天的演講 要告訴大家的是 第一個是 不是 它並不是不存在 它存在 但是 雖然它存在 它在當代的社會脈絡裡面存在 譬如說 那個 有機農場這件事情 有機農場 過去 並沒有有機農場 當代有有機農場 但是過去的那些知識 在當代的有機農業的這個脈絡裡面 可以重新的 去運用出來 甚至它用了這個韓國的這個 酵素 這些外來的這些知識 跟這些技術 剛才講說南山的檜木 檜木他們就和解 對不對 斯巴勒就和解 和解之後 回去之後 就開始 有一次我就聽到有人說 部落裡面的人 他說 這個斯巴勒是很好 可是我們以前好像 沒有為木頭而斯巴勒 可是和解好像是因為獵場 以前也不會說要去砍塊木去賣 就好像從來也沒有為了塊木去和解過 確實是如此 確實是如此 可是這個也就在告訴我們說 和解這件事情是不斷的在做 就是說 我們在當代的這個脈絡 社會脈絡之下發生了衝突 我們運用我們過去對彼此的關係的 這種注重的這件事情 運用我們去修復關係的這套知識 在當代的脈絡之下 我們斯巴勒 為了木頭而斯巴勒 所以 我剛才講 這件事情 原住民自治這件事情 就好像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你有一件衣服 對不對 你的衣服被別人搶走 他搶走之後 把你穿得破破爛爛爛 破爛爛之後就還給你 這是正義嗎 這不是正義 為什麼 他還要幫你把這個破掉的地方 把它修好 對不對 他不能夠把你穿破了 我說你看你的衣服破了 我還對你譏諷一番 我說你們這個穿的我真的在支持啊 已經這個煙笑雲散 國家在這個事情的角色上面 絕對不是中立的第三者 我們如果去回看過去的歷史 國家在這個歷史裡面 他就是加害者 所以 在今天我們講說 要尋找一個新的制度的時候 國家要第一個跳出來 斯巴勒 第一個跳出來和解 國家要跳出來建立一套制度 讓這個制度裡面成為一種修復的一種行動 所以它是一種轉型正義的追求 它同時也是一種支持 我們覺得說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就是那個好的重要的 我們知道說當代也有很多的挑戰 在披迫著它 或者是在影響著它 沒有辦法被好好的運用出來 我們透過一個自治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讓它可以更被實踐出來 它除了是一種轉型的正義 也是對於這樣的一種知識的一種支持 而這樣的一種支持 它所創造的利益 不是只有原住民的利益 我剛才講 大附我們要維護一個人的財產權 不是因為那一個人 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正義的價值 維護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的落實 也不是只是為了百分之二的人 是為了全台灣的整個正義的價值 而它會創造出來的效益 不是只有這百分之二的人的效益 大家去想一想 我剛才跟大家講 這一些泰雅族的土地利用的知識 那個以社會跟生態系統結合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種治理的模式 那一個對於遺根的那一些 土壤的土地的樹種的這些知識 那對於單一的土地的這些維護的方式 那種動態的維護的方式 這一些其實都能夠有助於 我們對於我們的這塊土地 能夠做更好的支援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我們在講國土的富裕 不是去富裕那個土壤跟那個地質條件而已 真正的國土富裕要從 土地的文化的富裕開始 從這塊土地的人地的關係的富裕開始 而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發 原住民族的支持 是讓這樣的一種知識 得以實踐的一個重要的空間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跟演講 到這邊 希望能夠對於大家的這項課的學習 有一些幫助 謝謝 來 同學們 我們連著兩個禮拜再談 今天作者現身 我們聽作者本人重新用 今天就很幫忙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主題是針對自治區 可是從這個角度來連 所以今天是直接碰到一個原住民權利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所以不管各位是從知識體系 還是說從自治權 或者剛剛講的很多的一些細節 都可以歡迎大家從這些角度 來跟關老師提問 來 大家趕快準備一下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看了你2008跟2003這兩篇文章 那尤其2008那篇文章 部落地圖嗎 那我知道參與部落地圖的 就是有一些人 因為後來看文章會看到 包括你自己也參加過一段時間 就是好像都是很了解 對於原住民社會有一段一定的了解 而且他從部落制圖這個名稱開始 其實都是一個empowerment 都有這個分量 都有這個賠率的分量 那一開始這計畫就是這樣 為什麼在執行的時候 還是會失去還是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抓原住民內部的觀點 所以就像領域那個翻譯出現了問題 然後造成一些困難 所以是在執行上 那如果換句話 如果我們現在還要做一些類似的計畫 也許不見得是傳統領域 或者其他類似計畫 怎麼樣可以避免 或者就是怎麼樣可以避免 這樣子的一種分難 謝謝老師 我參與傳統領域調查 最早的時候是2003年的時候 就是我碩士畢業之後 然後就參與了一年 然後之後就出國殿公司 回來之後 剛好他有一個後續的調查計畫 本來是台大地域系的張長葉老師在主持 然後五年之後 他的後續的計畫就是 師大地域系的汪明輝老師在主持 然後我又參與了一部 那個結束之後 現在有一個新的第三個階段 我是做這個傳統領域的種子 師資的培訓的計畫 我也是那個 台北醫學大學的林燕仁老師在主持 我也參與在裡面 所以大概 我自己本身也是那個 傳統領域調查的成果之一 就是因為參與那個調查 所以開始有一些這個想法 然後有一些這個 走上了這個 學術工作的這一條 老師剛才講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避免 我說問題在哪裡 我先講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過去的問題是因為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 政府的這個主導性很強 那台灣的學界其實對於 傳統領域調查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知半解 從來都沒有做過 所以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很多其實都是外國的經驗 大家都是讀了很多外國經驗 都所有的訓練 但是到台灣真的第一次要做的時候 都是從頭 從零開始 那這個時候 政府的主導性 在於說 因為他為了要去 這個 實踐他的這個 新夥伴關係的這個 政治承諾 所以裡面 那新夥伴關係裡面有一條 就是要恢復這個 傳統領域 所以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為了要去做出一些這種 具體的這種政績 所以會要求說 把那個領域的範圍把它畫出來 但是這件事情 大概在我那篇文章有提到 就是說 領域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它不是只有範圍而已 那就是因為政府 因為他的這種 從由上而下的操作 然後他有一個很強的目的性的主導 就是業績的這種政策的業績 政績的主導 所以導致於說 會產生很多急救這樣的做法 然後會產生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說 那個 對於知識的這種翻譯 知識跟知識之間的翻譯 深度不夠 因為那時候的調查 他多數都是地理學者 他把全台灣所有的地理學相關的 這種系數的人都找來了 然後就是去做調查 可是這裡面沒有 很少有那個 人類選擇或是民族選擇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這種 所謂的這種 知識的這種轉譯 其實是不夠的 深度不夠 那這是在我的文章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那第三個我覺得其實是更重要 就是說 部落本身 部落本身的這個參與 其實是不清楚 不明 為什麼 就是說雖然整個部落制度 這件事情就是一種參與 社區參與為導向的一種方法論 可是 參與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抽象的 到底你有一個人參與 兩個人參與 或是你找誰來參與 這件事情其實都是不清楚 所以 這件事情就變成 在這個幾個因素加在一起之後 他就變成是政府有一個 有一個他要達成的目的 那學者在這裡面開始 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也覺得參與很重要 那但是真正的這個 制度的主體 其實都不是在 不完全是在部落這邊 那這個部分慢慢的 就是說這幾年下來 我認為是有一個調整 他的調整 我剛才有跟老師報告 就是說 連那個到底要畫什麼東西 或是調查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改變 我們有一些想法改變 不過就調查的主體來講 這件事情其實是 越來越強調的是 部落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園民會會有 這個第三階段的調查 是因為第二階段的結案 之後 大概我們有給他一個建議 那這個建議裡面 就包含一個就是說 應該要讓部落 成為一個這個知識的主體 調查的主體 所以第三階段現在在做 就是種子私資的培訓 意思是說 我們是要培訓 能夠去運用這一些 制度工具的部落的主人 讓這些主人自己來做 這個制度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改變 第二個我認為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做調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把調查當做是一種 歷史的調查 就是說傳統領域這件事情 那調查到後來 變成是在調查歷史 可是不是 就是說傳統領域裡面 其實蕴含了很多的 不同層次的知識 它其實是跟我們當代的生活 有很大的關係 譬如我剛才講說土地的利用 那族語的教學呢 或者是說現代的 就很多的這種科學的教育 防災等等 這都跟我們的傳統領域的知識 有很大的關係 過去只看到了 它比較形式的 傳統領域的形式的那一面 就是那個它的範圍啊等等 那一面 而沒有看到它 比較內涵的部分 或是說比較沒有理解到內涵的部分 那這幾年下來因為一些努力 一些這種深化的努力 大概慢慢的能夠抓到一些 也就開始希望能夠把傳統領域的調查 跟足語教學 跟這個 長哉結合在一起 在我自己的國科會的計畫裡面 就在進行這種小型的工作坊 譬如說我們 11月8號要到復興鄉學 然後會不會館長借了我們一個場地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小的工作坊 可能就是十來人 然後是做這個傳統領域調查 跟足語教學 跟這個 防災的這種結合的一個工作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因為你剛剛講的非常具體 十一月多就要去你們那邊嗎 所以其實我現在也是一套辦法 已經都出來 然後到不同的地方去使去用 然後也把這一套介紹出來 那你要不要很簡單的 也許用兩分鐘介紹我們一下 你這個架構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在座同學聽了很好奇 就是你的演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的知識 跟防災非常重要 然後也很時髦的 而且聽起來一般在土木工學 在做的事情 所以跟你本行有關 然後再來一個是足語教學 足語教學 我相信這幾年在圓民會 都是不同的處在管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很簡單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怎麼做 就是你這邊的生態知識 跟足語教學 難道就是教 或者是不是就是教 你剛剛那圖裡面看到的山啊 林縣啊 那個水路這一些 這樣子是一個職位教學 然後防災我還比較可以連一下 你有沒有收到補充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剛才講說 我們過去的那個調查的時候 那個學術的團隊的部分 都是那個地理學的比較多 現在我們就很希望說 能夠有民族學 人類學的不同的領域 歷史學的家族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老師剛才講 過去座長的領域調查 邀請的起勞 跟你要再做足語教學邀請的 就是完全不同的人 幾乎都是不同的人 意思就是說 老師剛才講說 在那個園運會裡面 他對於各種的事情的功能 他都已經幫你切割開來 所以每一套事情 不同的人在負責 我們現在就是要回到 剝落的城市 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開始做 從頭的調查 找足語老師來做 那找足語老師來做 譬如說我們今年的暑假 在南山辦了一個工作坊 然後南山工作坊 其實是 那個是林遠老師主持的 那個研究計畫 把太亞族不同地區的 部落的老師找來 那我們就特別說 一定要找一些足語老師 那裡面就說 那我們這個 做出來的時候 那個調查 怎麼樣放到足語教學裡面 老師跟你講 地名是一個 那遷徙的故事是一個 所以他就用那個 地名跟遷徙的故事 去製作一套教廠 然後就在課堂上去試教 那我們到附近下 就打算繼續在審話 是我們做法 同學趕快準備問題 因為你不問 我就一直要問 太可惜了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已經放我心裡很久了 我就請問一下 因為你做這個部分 做了很久 你剛剛自己也很客氣 你也是整個這個 部落製圖這個計畫裡面的一個成果 你是唯一的嗎 因為我實在太好奇了 我們 我這樣簡單看一下一些出版品 一些著作 我發現大家關注了 好像原住民的土地議題 在太亞的環境裡面特別明顯 然後也最多人投入做 除了是因為 你可能一部分 包括跟你個人有關 跟雷仁老師有關 那是不是跟十分水部七水區的管理有關 他變成一個機會 原來是一個問題 後來變成一個機會出來一批學者 有沒有 因為我比較熟悉的是屏東台東這邊 台灣族的生活範圍 為什麼在台灣範圍不是一個議題 他也在山上住啊 布農族為什麼也不是布農的議題 還是現在漫漫也有一些人 那好像台邦老師就是做狩獵 可是好像不是整個史 我們在的時候 有沒有更多的人 在不同的族群環境裡面 討論這個題目 我覺得是有 介紹一下 是有 我自己也有觀察到 就是會去稍微做 剛剛沒有去做統計 但是我稍微觀察會覺得 泰雅族的部分 是稍微多了 這就像老師講 多啦 這別人的太少了 這跟當然就是說 剛好有學者的投入是一個 但是我覺得另外很重要就是 那個社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那個 像是那個 司馬庫斯的曲目事件 像是更早的那個 馬告國家公園要成立的時候 這個 那時候的一個爭議 因為很多的這種社會 與衝突還有運動 讓 包含學者本身 或研究生 也都會投入到這邊來 那 當然這也 就是說 也反映出來 就是說不同的族群 就是說 對於 目前對於這種土地 或是自然資源 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之前在談那個 自治法的時候 就是一直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到底你是要先往前進一步 然後之後先求有 再求好還是 但是有很多爭議啦 那 當然我也有我的看法 但是我先撇開那個不談 我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態度 譬如說像賽下族 他們就覺得說先有 先通過這個自治法 因為 他們那個民族議會 有點 就是說 呃 他們很努力的在維持 可是好像最近幾年 又比較維持 持得比較辛苦 那 一個被分在 南北賽下 一個被分在武蜂 一個被分在南莊 所以那個整個賽下族的一體性 好像一直都 串聯 都一直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在南莊還好一些 在武蜂 就被太亞族包圍住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要趕快有自治法成立 然後是他們才能夠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主題出來 被承認的主題出來 像孫老師 孫老師 他也是覺得 我覺得 他也是覺得先求有再求 基本上是他提出來的 對 但是我覺得跟他的族群經驗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 非南族 我舉一個例子 圓明台有一個記者叫 一色是布農族 然後布農族他們就是 跟 在玉山啊 那邊 他有一次去採訪 非南族的大獵祭 然後他就一聽到說 大獵祭 他就全副武裝 把那個所有要去 那個什麼 登山的裝備啊 什麼 全部都帶去了 結果一去 原來是去田裡面抓老鼠 我這樣講 並沒有對那個 非南族不敬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不同的族群跟他的土地之間的關係 其實不一樣 或說運用資源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 對非南族來講 非南族的總統領域 你如果要從歷史來看多大 我一個學生是 他是在那個 土板那邊啊 他們以前是歸非南族管的 台東達人鄉是歸非南族管的 所以他們的頭目是 非南族設立 熱命的頭目 因為他跟那個非南族比較友好 所以如果他的傳統領域可以大到很大 可是他當代的使用 可能又沒有那麼多 對太亞族來講 我們在部落裡面 跟山林的關係 相對的還是比較密切一點 所以說 不管是傳統的狩獵啊 或是當代的木頭的取用 甚至是牛樟枝啊等等 其實都那個互動還是比較密切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背景其實也是造成 讓太亞族在土地的議題上面 比較容易 或是說 會很 站在一個比較跟國家去做這種 爭執這樣的一個立場 這大概是一個原因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來就是說 我們該講 學界的 這個脈搏 然後 那還有其他的 說成果 對 有 有 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們一起當時 當這個 2002年開始的 索隆領域調查的 計畫的 助理的有幾位 有一位是羅詠卿 詠卿 那他就是做太魯各族的研究 他其實他後來 博士諾文其實也是延續著他的 他的那個 索隆領域的這個 這個脈絡 他是做太魯各族的研究 還有一位是 那個 蕭惠中 然後 詠卿是到荷蘭去念那個 人類學 環境人類學 然後 他碩士是在台大人類所 對 然後 蕭惠中是台大地理所 當時 我們當主演的時候 然後他後來是到英國去念環境社會學 然後他是做的是 但是他做的也是太陽主 對 但是有一位實員職 他是日本的學者 他現在在那個牛球教室 他做布農族 他做布農族 這一次在作園院的那個研討會 他有回來 他對那個布農族的蕭惠領域 的調查跟當代的狀況 他做了一些討論 包含說他覺得蕭惠領域一直 就是布農族他們一直有重返 那個內本路啊 等等的這些運動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觀察到說 瓦羅帝的流失又很嚴重 他就覺得說 一個當下的經濟的處境 跟那種歷史上的 傳統領域的那樣的一種象徵 他就覺得很衝突 另外一個就是說 布農族 他其實是在殖民的歷史中 就土地這件事來講 當然所有人都是殖民的受害者 但是就土地這件事來講 布農族其實是受益最大 因為譬如說像在信義祥 本來那個陳友蘭西這邊 以前都是州族住的地方 日本人為了要讓布農族 可以方便控制 就叫他們到羅納那邊去種水田 後來這條 陳友蘭西這邊就變成布農族 像內本路像台東的岩坪這邊 以前其實是那個 非南族的 還有那個陸凱族的地方 日本人為了要讓他們下來 所以就把這些地方都清空 然後讓布農族去居住 使用 所以布農族的範圍就擴大很多 所以你要講說 船到底要追到什麼時候 若布農族再往前追 那些都要還給州族 又還給非南族 跟富泰族 所以就是說 我也在跟他討論說 所以布農族應該要發展出 一個自己的船頭裡 會不會輸出 所以是有一些年級的選擇 同學趕快 難得喔 要不要太陽出做這麼多 別人要趕快做 然後我要提醒一下 我們在座的那個原住民的同學 就是我剛才有講到說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說 要理解跟正確的 全市原住民的知識 你們也要去跟國家的政策制度 做對話 在學科上面 這可能有不同的 學科的能力的需要 就是說有這個 譬如說 你要從你什麼樣的取勁 去進入到文化的脈絡 去理解原住民的知識 那你又要有什麼樣的能力 在這樣的認識的基礎上 去跟國家政策對話 所以我剛才講說 前半段可能是這個人類學者 民族學者 地理學者在做的事情 後半段可能是這個法律學者 政治學者在做的事情 但是 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就是原住民自己 就是說原住民自己 怎麼樣去理解自己的知識 怎麼樣去實踐自己的知識 這件事情其實是更重要的 自己怎麼樣去詮釋自己的知識 這件事情其實是只有 就原住民自己 要先開始來做 那很多的學科上的這種 合作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原住民自己 都不來認識自己 或是不來做實踐自己的這些 很重要的這些知識的話 那後面的這些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特別提醒 我知道剛才有一位同學 我們的這堂課的助理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課堂上 裡面有一些 那個原生代色的同學在這裡 在這邊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你們要好好的 好好的讀書 好好的讀書 然後要好好的做人 關老師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這個中子的工作方 中子的教室工作方 裡面是在哪些尤其的地點 有 也許同學的家裡也 老家裡也剛好是參與 或者你可以跟他爭取啊 跟你們加上去辦 其實你跟我爭取 我都不會拒絕 對 我們在林老師所主持的那個計畫裡面 是分做三階段的這個訓練 第一階段就是分區的這個 我們分了北中南東 北中南東的這種 第一階段的訓練 然後接下來就有 第一階段是比較像是在教室裡面 然後第二階段像也是有分區 但是第二階段就是進入到 部落裡面去 譬如說我們到南山嘛 然後就針對南山這邊的 這種自然資源共管的議題 過去的這種傳統的調查 比較缺乏就是說 好像你做出來 沒有辦法解決當代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次的設計就是說 以議題為導向 譬如說 少主 他們面臨到那個BOT案的問題 你怎麼樣做出一個傳統的調查 是能夠幫助自己解決那個BOT案的問題 或我們在南山這邊 怎麼做出一個傳統的調查 是幫助我們自己解決那個 共管的這件事情 就比較議題導向 就分了幾個不同的分區 然後去做設計這樣 包含在太魯閣這邊 不過第二階段也結束了 第二階段之後就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明年會有一個種的 一個會不同的地區的會合 但是在太亞族的部分 我特別就是 我們在南山聚的時候 我特別在用我們國會的研究計畫 再去進行更多的小食流工作 比如說到復興山 我們也在烏蘭 我們會到南山也會到堅持 那所以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 我也可以再把我們的行程告訴我 同老師然後同學可以歡迎多久 我們一起來參加 就有沒有同學要提出來邀請關老師的團隊過去 我們其實也到了那個花蓮波羅大學做過 跟花蓮波羅大學合作 做花蓮波羅大學的那個 一個Z體的地圖的模式 然後去做那個泰巴拉部落的那個 十地的踏槽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們部落分成十個不同的分區 然後以前那個十個分區 都是以這邊的那個 譬如說是 有那個 河裡面會冒出黑的水的那個地方 有那個 會有泥丘跑出來的地方 它每一個不同的分區 就是不同的那邊的生態的條件 然後這些不同的分區 就是他們有一套這個土地使用的方式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到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跟 跟 跟花蓮波羅大學合作 他們慢慢的做出這個 立體地圖的模式 然後他們現在就 用那個立體地圖的模式 還有我們做的一些那個 影像啊 還有那個電子的地圖 去發展 波羅大學的課程 就在波羅大學裡面做課程 對 但有一些不同的合作的方式 像我們跟人類系上的數美老師 如果暑假的時候 就到太空 正在都蘭 對對對 然後就做了都蘭的那個模型 然後 跟 就是 因為模型現在就變成是 都蘭的社區發展協會的一個財產 然後他們就在 從這裡面再去發展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對 所以 所以 只要 只要行有餘力 那個 我們都會努力的去 把這樣的 這種 而且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對 排灣族 排灣族是不是 如果老師有 有什麼樣的計畫的話 就是打算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一定全力來配合 所以 我就是本來就要找 因為我想說 那個關老師在講說 復興像的那種 一直看我這邊好像 不講話都覺得有點不好 那個 林慧慧館長是 人類學博士班的學生 那 國生候選人 對 那他之前我記得碩士論文 做的是 就是脊髓區 遷行出去的那個 嗯 是不是誰不願意去 對 那其實因為關老師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太陽之人 然後他 我一直覺得 關老師是我們太陽之人 是光 也是我們政大民族系 我跟關老師的約員 他是我孫士班的學長 所以 我一直以他為榮 這樣 我也以你 哈哈 那個都好像互相包 那 其實我要講的是 因為關老師 應該講了很多 他的一個 這幾年研究成果 確實我覺得 我在關老師身上 看到學處很有去實踐在 顧落裡頭 像 那關老師他有講到說 就是 他們 像以前啊 就是為什麼 剛剛那個老師 黃老師剛剛有講說 好像是 這是 石門水庫 還是太陽之 比較被看見的感覺 其實我想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太陽之的生活領域裡面 石門水庫 是激水區 這個激水區不只是復興鄉 更涵刮到宜蘭 然後 新竹 所以是整個太陽之的傳統領域 都涵刮進去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問題啊 那當初像 我們自己生活在復興鄉 很多人會把問題 那個矛頭指向說 就是你們原住民啊 在破壞山林 就是你們原住民啊 是那個 我們認為我們山林守住者 但是很多媒體做政府的言論 都會去指責 是我們獨立 那 關老師他們也都有團隊 其實真的很努力 然後努力的去把這些聲音啊 去就是這些指責錯誤的聲音去 平反和容 因為在關老師的簡報裡面 他有提高 其實 不是這些崩塌境 真正的就是山林公塌那個土地 其實並不是在 老師剛才講超限利用 超限利用 我想很多同學 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那超限利用地 也就是說 你不能去做什麼使用的土地 然後你去做什麼 可能種了水蜜桃 所以很多人就指責說 哇 這個原住民啊 你看那上面種了水蜜桃 所以造成整個山林的破壞 可是老師他們真的很努力 然後去告訴人家 然後也透過了數據 然後說話 就說 其實真正公塌土地 不是在這個 不是在這個保留地 而是在那個 原住民入局 或是有公共工程的 這個 就是助盡 才有那麼多的公塌土 那以負信鄉 原住 負信鄉的角度來看 真正每次有 呃 不是裸肉 或是公塌土 其實都是在工程 就是或是大小水化的這個助盡 並不是我們原住民在種植物 然後造成人的山林 所以這個 就是關老師跟他們的這個原住很多 其實真的 這個貢獻很大 那聽了老師的這個 呃也講 我有幾個問題 就是 因為老師剛才在講說 就是那個 比亞難的那個 快幕事件 就是比亞難那個快幕事件 是跟 一個是宜蘭的 然後一個是 辛福斯瑪故事 因為他們其實住的那個地理 地理位置其實是蠻接近的 對 然後所以 好像就是我們這個 辛福斯的雜蘭去到 到法了這個 呃 比亞難的那個快幕 然後在這個事件裡頭 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呃 他們舉行的一個 斯巴賴的那個儀式 那其實我在 我在想的就是 這樣的儀式 是不是 是去解決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 辛福斯跟那個 呃 比亞難的 跟人陸落的這個關係 然後 可是人跟土地的關係 呃 有因為我們傳統知識 這樣去獲得這個 就是修復嗎 因為 呃 這個土地基本上還是 很官僚的那個 林務局 所有的嘛 那那個 就是這個林務局啊 他真的就是能夠 把這個經過的 斯巴賴這個儀式 然後那個 比亞難的這個陸落 然後去成立的巡守隊 然後他們 有這個正當性 去管理這個林務局的土地嗎 這是我的一個疑問 就是一直在強調那個共管 那人跟人之間很好 很好談是可以用 透過我們傳統那種 斯巴賴的儀式來 呃 喔對不起 我可能喔 錯誤了 然後跑到你的土地上去 然後就原諒了 可是人跟土地的關係 似乎在這個 你剛剛講了百年的土地的這個 從古土地到文土地的 變遷過程裡面 就是現代國家力量 其實在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決定的優勢 所以現在土地已經變得是 不是保留地 而是國家的林務局的土地之後 那我們的原住民 真的有辦法去參與嗎 所以你透過了那個斯巴賴儀式 去成立了一個巡守隊 那個巡守隊真的能夠去發揮說 去土地管理這種作用嗎 對 我覺得是覺得蠻好奇的 然後那剛才你還有就是 老師講到說就是 就是從亞賴來看 就是從空間的角度 怎麼去理解亞賴好不好 那老師也提到就是說 亞賴就是一個 我們講到就是 分享的一個核心價值 那也提到了很多 就是成功的案例 可能就是像 石壘部落 然後他們的那個 有機農業 或是在圖表上面 會看到他加倍這個社團 然後那其實 就我來看的時候 我有一個疑慮就是說 因為在1966年之後 剛才老師也有提到 本來原住民土地是集體共享 共有的 在1966年之後 土地變了四六化之後 那剛才所舉出的案例裡頭 是真的就是按照傳統 就是是部落自主自己 這樣子一起大家共享 共同就是集體的生產 然後就是用過去傳統真愛知識 去生活在那一塊土地 還是就我自己 因為我只是在 政府部門服務了二十年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的社團 是那種 他必須有在 他是在有政治資源的情況下 他才可以運作 那今天如果說這些協會或社團 他已經可能不再有這個 政府的那個資源的時候 他還有可能繼續永續下去嗎 這是別人問題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我想也是一種可聽的 我已經拿不出來 第三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想是一個土地 就是因為剛才學長在講 就是老師在講到說 就是原住民的自治 就是這個圖 原住民的自治啊 好像就是我們傳統自治的應用 他必須要有自治為前提 這樣一個條件 其實我們自己在部落裡面 其實自治就我們部落的 你用來的鄉民來講 其實好像很遙遠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那就我們自己在官方來講 我們覺得自治對我們來講 好像也太多 有很多還 還有在去協商的地方 那其實還沒自治之前 我相信從學術力 我覺得 對我陳人家講的 其實學長 你還是可以有很多貢獻 然後不一定 在自治還沒開始啟動的時候 其實我想學術已經在幫部落 解僱很多人 然後至少還幫我們把新的 那部落的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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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會會 我想 確實是 就是那個 南山快末那個故事還沒有結束 其實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說 用法賴去解決 但是 會會問到說 那那個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 就因為成立了一個巡守 巡守隊 就得到解決 當然不是 就是其實 林務局對於那個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恢復 或是原住民自治的態度 一直是很強硬 這也是為什麼 一開始剛才在講說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公共利益這件事情 在一些場合裡面 我常常聽到那個 林務局的官員說 他們是要捍衛國家的利益 所以 他們才要去阻止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從這根本去思考說 到底那個國家的利益是什麼 那 在這個 共管這件事情上面 目前其實是雖然 有了一個共管的那個辦法 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 看到並沒有真正在落實 就是說真正落實到出這個 這個權力的 義務的 利益的這種 重新的調整跟分享 其實是看不到這樣的 具體的落實的例子 所以 在南山這邊 是不是成立了一個 森林的巡守隊 這個事情 就得到一個Happy Ending 當然不是 但是我把它看作 就是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譬如說 在這個事情之後 今年的年初 在正希堡 他們不是就封錄嗎 正希堡是因為他們 也有這個木頭被倒閥 然後他們就封錄 他們封錄的時候 他們就找林務局的人 林務局的主動林管處的人 也就真的來 然後參與他們那個封錄的儀式 然後在那邊舉行一個Sparlay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說 原住民封錄 然後那個林務局 願意來見證 這當然我們 對於林務局在阻擋 不管是這個自治法 或者是土海法 通過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我們一定要再去跟他 去做一個 這個 對抗也好 或者是說做一個說服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他們也在調整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 要用這種 用這種更多的這種說服的工作 去改變 不只是改變林務局而已 而是整個社會 我認為林務局的態度 也不是只是林務局的態度 我剛才講說 在整個那個國家的 這種行政體系裡面 甚至在阻擾的就是這些部門 但是真的就是說這些部門而已嗎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反映了 一個國家裡面 對於事情的看法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台灣整體的社會 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去說服台灣整體的社會 所以剛才會講到說 那個人地的關係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透過在講原住民的這個 人地關係的這個例子 並不是要告訴你說 告訴非原住民的朋友說 原住民很厲害 或原住民比你厲害 而是要告訴你說 有一種人地的關係 不是只是把地 當作是一種這個 可以切割 然後可以計算 可以交換的一個 地價的單位 它還有其他的價值 有一種在看待那個森林的方式 不是只是把森林當作 一個這個木材 然後多少的這種 木材的這種價值 它還有其他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你的文化裡面也有 有一個電影叫做 《五米樂》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看過 《五米樂》裡面有一個昆冰伯 昆冰伯 那《五米樂》這部紀錄片 一開頭跟結尾 他都在做一些事情在幹嘛 他去拜拜 他去拜土地公 對不對 他去種田之前 他去拜拜 拜土地公 它是一個象徵 那個土地公是一個 他跟那個土地之間的一個象徵 他對於那個土地的尊敬的一個象徵 在你的文化裡面也有 現在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種 人跟土地的關係 原住民跟土地的那個關係 雖然經過了這個殖民 經過了戰後的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看到 它比主流社會裡面的這樣的一種 政治的經濟的運作機制之下 人地關係 要來的親密 到現在還是如此 所以它是帶給我們一種啟發 這種啟發是讓我們 從不同的族群的 各自的基面裡面 去找回那個人地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去認識 原住民的人地關係的時候 可以給台灣的一個貢獻 再來講到說那個 嘎嘎這件事情 不對 那個就是說 有機農業這件事情 確實是我剛才要強調的一個 就是說這裡面有很多的知識 其實是混合在一起 就是它有那個做酵素的知識 還有做什麼知識 但是它有一件事情是不變的 那個不變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過去的農業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對於土地的 或是對於做物的知識 也不是只有勞動力投入 或是勞動力投入的技術而已 它還包含社會的組織 還包含信仰 這些東西全部都穿在一起 只不過現代的科學 和現代社會的生活 我們是把這些東西都切割開了 對於現代之下 現代的社會的想像 也是把人一個一個切開了 可是人其實它跟它的社群 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對於學科的這種 現代科學也是把每一個學科都切開了 以至於做族與教材的 族與訓練的 跟做土壤與調查 是在不同的處事裡面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那個 我剛才講的那個實壘的那個例子裡面 他們對於那個 作物的知識 對於土地的知識 彼此之間的分工 今天那時間的關係 它還有一個信仰的力量在支撐 但是那個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 長老教會的信仰 所以那個一圈一圈 以前被切開來散開了 現在重新被黏在一起 可是它重新黏在一起 也不是完全是舊的東西 它有一些東西斷掉 它拿一個 譬如說酵素 這個技術把它補進來 譬如說教會的信仰 在這邊把它補進來 所以它那個 不管是信仰 或者是到社會組織 到它的這個勞動力的這種 組織的方式 一直到它的這種 對於作物跟土地的這些技術 有心有救 但是它跟那個 所謂的盥洗農業的最大規洋的地方 就是說這些東西是串在一起的 你的信仰的生活 在那邊教會的牧師說 我去參加他們的禮拜 他說這個 上帝要我們要愛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要做有機農業 你知道嗎 就是他在詮釋那個教義 這就是因為這個宗教 教會的力量 讓這些人 他其實也是一個 共同的元素 在這個共同元素之下 他彼此之間 再加上清除的那個系統 他會願意合作 願意分享 再加上現在的 有機的那個市場的條件 所以這些東西 重新會組合在一起 不過他講的是 我並不是要講說 這些東西都是完全是 從過去的那個 Copy過來的事 他很多從新的元素裡面 抓過來 可是他跟現代科學的 農業不一樣的地方之外 他的信仰社會 他的社會組織 他的勞動力的投入 他的生產的這些技術 他的物種的 土地的知識 是串在一起 相互支持在運作 這一點就是很不一樣 知識看起來很遙遠 但是他其實也很接近 譬如說超限利用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能夠 有一個這個 結合了我們的傳統的 這些知識的一個 新的一個辦法 其實我知道 現在 農委會他們現在開始要 要去做那個 做一個 你一個 那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的裡面 試圖的再去做一個 原住民的特別的專程 這跟我們生活其實相關 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想想 非都市土地是什麼意思 台灣的土地 的這種規劃 國土計畫法還沒通過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兩個 一個就是都市計畫法 一個就是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裡面畫出來 就是都市土地 區域計畫裡面畫出來 就是非都市土地 你去想一想 什麼叫非都市土地 就是都市以外的土地 就是都市 and the other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非都市就是the other 意思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附屬於都市 或者是說 站在都市的想像之下 的反面 的那一些東西 那這個對於部落自己的 這種自主的這種發展 是很不公平的 其實對農村 或鄉村也是一樣 那就是說 如果說在原鄉的 譬如說 這裡面涉及到最大的 就是土地使用的分區 你可以分做什麼區 那這些分區裡面有什麼 要使用的那種管制的規範 現在這管制分區方式 跟裡面管制的規範 不合我們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套 自己的分區的方式 和分區的管制規範 其實我剛才要講的就是這個 那如果這個有的話 它就是某種程度 我們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在治理自己 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我想 自治法是一個層次 是一個很大的態度 但是有很多我們社會中的實踐 譬如說把我們自己部落裡面的東西 畫出來 運用在災害管理或足以教學上面 也是自治的一個重要的 所以謝謝惠惠的鼓勵 謝謝老師 關老師剛剛講的這個例子很好 也給大家一些事情 就是可以開始做了 不知道等到最後那個法律通過了 所以這個要怎麼樣能做 知識上要準備 你先做了很多調查 到時候包括你知道這個議題 其實它是鬆動的 就可以開始亂來的介入 那這個似乎是 我覺得似乎是一個趨勢 很多法家會考慮原住民的特別情況 會有專章 那個法人會有專章 甚至於會有一個專法 像那個 那個文化資產法 文資法裡面也有相類似的一個考慮 不過當然他們的問題說 到底是專法還是專教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在對我們的人生大生 怎麼沒有在講 所以就是說 現在是 一個是說你要去爭取政治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說 好 那你要自治 你要自治的內容 你要講得出來 那講得出來是誰的責任 就是我們的責任 既然講到說誰的責任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相公所的這個 執行公務員 自治之後 要知道自治法裡面 相公所的位置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比較困擾的 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比較看到那個完整的是部落 是那個聚落 那聚落有的有緣結 有比較親密的關係 就像你那個流域啊什麼的 那再往上 因為剛剛我們說 再往上最後是族群的分類 可是事實上 我們當時是形狀很有用力 所以那相公所是原來 無處和鄉就已經在了裡面了 所以不知道現在鄉 按照圓明會的版本 你不要買 按照圓明會的版本 按照圓明會的版本 現有的相公所的組織 和他的執障 完全都沒有改變 都不變了 就是說相公所還是在管他的事情 他該管的都還是相公所管 縣政府也不變了 縣政府也是在管縣政府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畫出來的知識區要管什麼呢 他就是要管一些這個 其他沒有被管到的事情 就是說 比如說這種 文化教育的推廣啊等等啊 他就原本原明會要做的事情 他就把它分給這些知識區去做 所以有人就在諷刺這種知識區的設計 他沒有錢沒有錢 而且他就是等於是原明會的外派的單位 在這邊 可是既原本的 相公所跟縣政府的那個結構 其實是都沒有改變 縣政府會有一點比較複雜 組織上比較複雜 可是相公如果他的山頂牆 為什麼他不能跟自治區有一個比較好的結合 他有一個結合就是說 按照那個版本啊 就是相公所的鄉長還有議員 鄉裡面的議員 他會是那個自治的委員會裡面的 很當然的支援 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說小學中學的預算 是從項目公署出來的 所以如果一切造就 那原明會另外的知識區下面 給一些文化教育的經典器 是不是 你項目的那樣的更大 對啊 所以就有人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假的知識 他就是設立的一個知識區 但是這個知識區沒有去撼動到 既有的相公署跟縣政府的權責的情況下 他只能夠把原明會再做的事情 分給這個知識群群組 我會問知道是因為我跟某個鄉的來往經驗 我會覺得他其實就是 仍然是非常關鍵到我的命關 所以如果自治的程序裡面 因為以空間來講 跟人的關係來 相公署要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會嘛 會比較好做事 可是他必須先習慣自治的人 去設計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嗯 嗯 因為其實就我們的層級來講 鄉政公署的層級來講 很少去討論到自治 不過其實就以目前 就是說像六大都 今年 像五大都 草原縣 也對於六大都 所以我們三立鄉 是要選區長要選代表 其實在某種程度 也就是在肯定這個自治區的這種 未來一定是一個方向一定要做的 不然就是如果說自治這種聲音 如果沒有被重視的話 我想我們區長或是正式代表 可能不會再選 那其實就是以鄉工作來講 像剛好是有提到那個教育的預算 其實以鄉的層級來講 我們並沒有再去管中小學 以那個中央 就是中央跟地方行政的那個劃分是 教育是在卸政 那是他們的自治思想 那鄉的自治之下 只管中央學生 沒有去就是半途 沒有去就是沒有回來學校上課 我們去覆蓋 就是開一個中央的一個 類似一個會議 然後看怎麼去解決的 那其他教育預算 全部還是在中央跟縣 對 謝謝 謝謝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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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喔 我學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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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一個問題 是跟剛剛提到 就是人地關係 有點關聯 就是 呃 因為老師在文章中 還有就是剛剛演講 有提到說 就是那個 比如說在畫傳統領域的時候 其實那個邊界 並不是這麼的整齊 那如果說就是 像現在比如說 共管的辦法已經制定出來 然後就是大概 可能實際上再開始再推 可是 如果說 這個邊界其實是沒有辦法 真的這麼整齊的去畫出來的話 那實際上的運行 當我們開始要畫傳統領域 或者是 法治在制定的時候 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解決 謝謝 這個問題滿重要的 就是說 其實 並不是說邊界不整齊 而是邊界它會變動 有沒有 它是有一個動態 那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 我們在現在的國家的這種 運作裡面 我們大家很習慣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那個 權力的區分 就是fix到那個 土地的這種邊界上回去 可是 在 一個 不一樣的文化裡面 我們會看到說 它其實是 那個 隨著人的關係的變化 它那個邊界可能就在變化 好 那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 應用在當代的國家的制度 有可能啊 你只要意識到說 有邊界 但是邊界會變 好 那所以你就是要有一個 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有一個committee 你要去隨時去協商 去討論說 這個邊界在怎樣的變化 這個變化可能是因為 我們的親屬的關係 親戚的關係改變了 或是我們之間友好的關係改變了 像 像 在武豐那邊 他們跟那個 禮俄 對 河濱廂那邊 過去曾經有夠衝突 衝突後來和解的方式就是說 那他們的戀場也讓他們去打獵 所以他就可以跑到那邊去 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也是用這種戀場的開放 變成一個和解的方式 那這表示說 有邊界 但是他不在動態 動態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要規範的 就不是去畫出那條線 我們是規範出一個程序 跟一個機制出來說 那你可以不斷的去 改變你的邊界 跟維護你的邊界 所以這個是可以解決的 關老師的文章裡面 跟今天演講裡面都有 就有幾個關鍵詞啦 我們來整理一下 一個是動態 一個是協商 所以你可以一想這個 我們非常蠻可以理解的 是非常活潑的一個環境 那你就想想看官僚體制 你如果是鄉公所 你聽著你會不會昏倒 因為他不能固定下來 很難做事 所以然後能不能做可以做 要一直討不同的管理的概念 可能就是事情會增加很多 因為你可能每一年都要重新修改等級 或者用什麼其他的方法 那當然我們知道納稅 如果要納稅的話 這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土地稅啊什麼這一些 不過當然如果山林就沒有這種稅 所以最好就沒有稅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那個我們就到這邊 就謝謝關老師今天幫我們準備了 這麼精采的演講 然後也謝謝我們的 也會不會幫我們問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謝謝關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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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